中国拥有丰富的侨务资源 6000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华文教育对海外华人华侨传承中华语言文化 促进中外民心相通 文化交流互建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院长沈敏 接受中兴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 华文教育要在推动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 更好的发挥作用 需处理好传承与传播 事业与产业的关系 我们常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教育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华文教育它是一个天然的平台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培育和展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华文教育也是一个天然的平台 随着历史变迁 海外华文教育作为中国国民教育在海外的延伸 逐渐成为华人入籍所在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当前世界上越来越多人认识到 掌握汉语意味着能更好跟上中国发展的快车道 由此掀起的汉语热 使海外华文教育发展迎来前所未有历史机遇期 但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不少问题 沈明表示 海外华文教育形态多样 不同国家和地区 办学形式 管理模式 课程设置 学生学情不尽相同 海外华文学习者低龄化趋势也非常明显 现阶段 华文教学研究对不同教学性质和形态下 华语学习特点和学情掌握不够 影响华文教育精准失策 教学理论建构也较少关注低龄学习者 面对这样一些困难和问题 应该根据海外华文教育多样性的实际情况 制定不同教学性质的 不同办学形式的华文教育标准 用标准来引领华文教育的质量提升 要多挫并举 大力推进本土华文教师的培养 要加强以问题为导向的华文教育的调查研究 比方说 华裔和非华裔的习德规律的 对比研究等等 要提升扩展华文教育的关注视野 你比方说 家庭 华人社区 华文媒体 语言景观 社会文化活动 不能局限于这个学校教育 沈敏认为 华文教育是华人社会留根事业 但要扩大覆盖和影响 增强内在发展动力 可在有条件的地区 合适的学校尝试产业化 只要不失去华文教育主要目标 产业形态的华文教育可发挥其经济实用功能 也可发挥人文交流文化传播功能 事业与产业联动 更有利于华文教育自身发展 和推动汉语 华文教育可以更加大气更加包容 就是既要做好这个代际传承 同时也要扩大横向传播 这样的话呢 才能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同时呢 让华语和中华文化呀 辐射主流社会 最近十多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各种面孔的这个非华裔 进入到华人开办的华文学校 我想这个就是华文教育 从这个代际传承 向横向传播扩展的一个可喜的变化